好,開Photoshop 新增檔案 新增檔案 100x100 或是你 或是我們小的 60x60 300dpi RGB OK 好 然後檢視 指標 格線 顯示格點 然後把我們的圖交進來 OK 我們的櫻花圖 好 置入 好,看到這裡有圖層 再複製一個 複製圖 好,現在有兩個 然後就找它 最相近 八接板 好,假設我這兩個點 看一下 這個點 好,這兩個點 有沒有看到 假設我這兩個點是我的接板 這個移過來一點 好 好 好 我現在在看這個地方 看能不能接的到 這樣不錯 你們看到 我在看這個中間 這樣接起來 還不錯 然後是對這兩個點 然後LINE的尺標 好,放大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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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大 好,剛才說是 這個點有沒有 好 好 好 對這裡 放大一點 好 這個對下來 上來 好 有看到我在 我用這個點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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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好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在這裡 好 好 你們看到 我要調整一下 我這個到這裡 有沒有 這個多出來 那麼多 這第二個 所以我把第二個 用方向鍵移動 移動到跟 左邊那個一樣 一樣的大小 好,差不多了 有看到 這個要接板 這個接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這地方 可以接到這地方 然後我們下面 取一個 取 一個 取 一個好了 取這個好了 正好在黃色這個點 好 會超出來 差不多 所以這個 要再上來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 我上來一點 讓這個黃色有點露出來 有沒有 好 然後接板 好,然後我要的位置 這就是我現在的這個方格 哈 有沒有看到 這個方格 就是可以接板的方格 好 所以我就選 裁切工具 好 你們看到這邊還沒有接好 所以我等一下再用裁切 先按取消 先按不要裁切 然後我選橡皮擦 好 我要把這地方修掉 不然會有一條線 好 橡皮擦工具 好 橡皮擦工具 上面就是條尺寸跟硬度 好 好 我用橡皮擦 好 好 讓他比較融合 有沒有 把他修的比較融合一點 好 這就修太多 按Ctrl加Z 就回復上一步驟 好 這個步驟紀錄 好 好 步驟紀錄 齁 修一點點 有沒有 修一點點 可以 讓他中間那條線 不要這麽明顯 蛤 有沒有 讓他很融合 蛤 烤 就很融合 然後再用裁切工具 這一塊就是我要的接板印花 好 好 裁切 好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要的接板印花 蛤 然後 另存新檔 好 好 剛剛存的原子檔 再存一個JPG檔 好 JPG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去看 有沒有 好 這我剛才做的圖 好 有接板的 可以看到 有接板 好 好 然後